心思,如果待會要提到亞洲電視做過什麼,就走不掉了,儘快說 不過就要回答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就要說了我們有沒有合作過 你還沒想起? 你說這樣主持節目這樣? 不是,不是,真的坐到這麼近的,沒有接吻而已,真的這麼近的 因為那時候呢,你當然是天天都要翻歡樂感小,所以你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很喜歡有趣劇的,現在的人只會有個舞台劇叫蝦仔爸爸 或者以前是催劇,其實他有前身的,看到嗎? 這個病人換不起這個回憶,真的 那時候這個前身叫做梁仔爺,是梁明做的 梁仔爺的爸爸就是梁明的兒子,就是我 你就是那個女朋友,不要緊 路人痴呆,提早 人家就不應該這樣記到這麼多東西,我原諒你,我非常原諒你 對,通常我都說,越年輕的人越不記得,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了 沒錯,我們都沒有那麼多記憶的人,唯有選一些人都記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兩個一起合作過一個長劇 人家很喜歡把它當成一個傷痛,說很對不起 我覺得我選了一些很開心的東西,你也是 我也是啊 我們都是選了一些很開心的東西 我其實記得的都是很開心的東西 沒錯 因為起碼整班八婆,我們叫大家自己做八婆 之後我們亦都一起 終於實至名歸了 好像真的做了同學一樣,我們覺得自己 對,我想挺開心的 因為這些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就沒有分哪個機構的 沒有法力講究的了,那就輪到這個機構了 這個機構你為什麼會後來會加盟做到很多劇集的 是的,因為其實呢,我在旁邊台那時候 我真的沒有什麼機會拍劇集 其實那時候我真的很開心的 不管是撿三攤、四攤都好 我想多開心可以拍到劇集 因為那時候分得很開的 綜合組是綜合組,話劇組是話劇組 大家不要騷擾我,我不知道多想拍一下話劇 雖然我知道我沒有什麼天分 但我也很想試一下 第一代的時候,我要替你講清楚 第一代是King Sir年代的時候,你也有做過 有做 那時候沒有分得那麼清 後來有一段時間是分得很清 你如果要話劇組,你不要做綜合組 我好像常常唱歌登台,綜合比較適合 說回這套,那來到這裡 那就說回這套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我去了主持的婦女節目 當時這邊,亞時就準備做一些綜合節目 其實都是綜合節目帶我過來的 你的強項 對,因為它都是現場的,現場的綜合節目 綜合8.5,綜合8.6那些 所以我也很開心 因為做綜合節目都是我習慣 又唱歌又成的 後來就在亞時,反而我多機會拍劇 我挺開心的 因為我又拍了… 是哪些 我自己記得有《兜亂兩仔爺》 有《滿清十三王朝》 有《天涯明月刀》 其實還有的,你也知道 真的不太記得 跟手有一個最奇特的 有一個角色在近年的 做一段時間,突然間就好像天殘變 還是什麼 男主角突然變成廢的男主角 那天就變成你了 那一套是什麼? 突然間我去了韓國 那一套是叫做…是Ccom來的 是叫什麼? 是Ccom來的 是叫做《喜有此理》 其實說回那段時間 我也真的很感謝那時候 那個監製找我拍這個劇 哪位? 楊少雄 因為其實那段時間之前 我已經是移了居去澳門 是根本不會想起再做電視 更加不會想起做劇集 其實那個時間 剛剛我媽媽是最不舒服的時間 那時候她就在瑪麗醫院 是否我也要過來在這裡陪她 其實那段時間 她開工的時間 就是早上十點 就到三點鐘下班 那三點下班之後 我就去醫院探望我媽媽 那日日如是每日都是這樣的程序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不是那段時間 我有得拍這個劇集的話 我是無所事事的 都是逛逛街 找戲看 當然不是啦 我們一群朋友證明了 要讓大家知道 深深是一個數十年來 都是出了名 一個很孝順的女生 是 還要那時候很有道德 就是因為回來拍那個處境喜劇 還要笑口細細 對吧 還要說真句句話 都是punch line 但是放個工 要去看老人家 其實是憂心悉悉 是嗎 其實當時也是 真的不方便演員 就是要帶兩種心情去工作 是 可以這麼說 那時候真的有另一種心情 早上回來很開心 跟一群同事在一起 然後到下午 帶了一個很擔心的心情 就是去醫院探望媽媽 但是也幸好是有那個劇集 可以調整了我 一點點我自己的心態 當時的心態 其實都是比較沉的 我自己個人 所以我也是很感激的 很感激的 有一件事你是先驅的 就是說香港那時候還沒有任何音樂劇 但是因為那時候 Rebecca 潘迪華姐姐 搞一個白蛇轉的音樂劇 對吧 鮑立就先做她 她做了這個白蛇 但是那時候的青蛇 大家都知道我究竟是誰 是的 我就做小青 那時候也真的是很新的 那時候 對我自己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你是要在舞台上 還要說國語 全部唱國語 初初那時候 後來才有廣東版本 初初那時候只是國語 所以我們要跟小金子 喬恆叔叔的太太 學國語 我們三個都要學國語 因為我有廣東腔 包立台灣腔 就是上海腔 即統一一下她 是的 所以在讀對白的時候 所以我的國語 其實那時候就是練習 練回來 在舞台上 每天都經歷很大的起跌的感情 因為每天到尾的時候 你知道到產子那段 大家哭了 收場 排都哭了 是的 排都哭了 到演出都哭了 那這些音樂劇 對你來說 是隔了很多年之後 才有機會再做第二套 音樂劇好像沒有再試過 我真的希望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讓你做 又有現在呢 我不是說要在這裡推銷 是因為很多 豬三角裡面 很多適於微視的粉絲 他們真的看著他 他看著你大 不知道你看著他大 真的 很多時候跟我們的朋友說 我們真的到今時今日 我現在有的是資本 你們喜歡做些什麼呢 你喜歡拍哪部電影啊 你喜歡唱哪一首歌的 你喜歡拍哪一首歌的 你喜歡拍哪一個音樂劇 可不可以說 給我聽 這樣說 不是哄你高興 如果真的有這樣 那你快點組合吧 那你嘛 最重要是 如果遇上你了 你會覺得 你會最喜歡做哪一個音樂劇 讓你做 中愛 讓你選擇 我會喜歡 又唱歌又跳舞 就是啦 有沒有一時之間想起哪個戲 你出錢我就做了 做回白娘娘 你這次是做白蛇啦 那當然啦 是啊 你覺得那個有一個紀念的價值 我不知道 我自己經常都 現在我經常聽一些歌 那其他的我又沒有想到 我會不會做得到 你這麼謙虛 不是 我有看很多 不過 就是 未必想到自己會做得到 有些人甚至更瘋狂的 還問 你們五個 現在成為姐妹那個戲 那個戲 那個戲 可不可以變另一個模式 你覺得有沒有做 如果其他的 其他的八婆都肯 我差點說Auntie 我怕很多真的 那些是真的那些 那些 如果他們都肯的話 我當然樂意啦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嗯 那 永遠都有 又要暫時分別的時刻 現在又是了 那好像你的綜藝節目裡面就說 有個粉絲就問 當年為什麼你會將一首歌 沒有什麼人理會 他只不過是粵語的一首主題曲 是吧 只不過是苗金鳳在裡面表演 而苗金鳳也不是他唱的 是有位秀閒唱的 你會選擇那首《一水隔天涯》 成為你的首本歌 哦 因為當時我做綜合節目 有個觀眾 講故事 有個觀眾寫信去電視台 就說 我有 即是他 他得到一個病 即是不久於人世 很希望可以在電視上聽到我唱這首歌 然後我才去找這首歌 即是當時才學的 是的 當時我們唱英文歌 即是夾班唱英文歌 怎麼會唱粵語歌呢 即是無理會 炮炮這首歌來學你唱 那些人一定不知道 現在的人一定不知道 經常都以為那些《月亮曲》 就是很久之前 其實從來都不是我 不是 連你們推出的時候 我們那時是夾班唱英文歌 就算不像台灣幫來的時候 唱國語歌 都是你的強項 我記得當時唱片公司 都要我們唱國語歌 是 告訴他們 因為是《一水隔天涯》 那些觀眾發生 沒有人寫一信 要我再唱 然後我們 可以 廣東歌 但他都說 不是你 唱國語歌 還是我們要去唱國語歌 還是我們要去唱國語歌 沒錯 要再愛心證明給大家知道 那些六十年代末期 七十年代初的時候 真真正正有月雨流行曲 叫做唱出一個前景的 就是 Sam Hui其實只是客出 會唱《鐵塔靈魂》 唱兩唱 唱歌就紅了 你也是 每晚都被人要求 唱《一水隔天涯》 亦都令他歌紅了 之後才輪到《溫娜》 即時 可以是這樣說 是的 其實當時 在Sam的節目 Sam很厲害 其實 人們現在跟我說 他們說 你們很厲害 那個年代 阿Sam把《一水隔天涯》 和《臉書》 和《臉書》 融合了 他現在看回 哇 你們那個年代 都懂得這樣做的 真的 OK的 你可以在網上看得到的 如果叫你 你現在 動篇 站在那裡 是 風彩 就是魚色 魚色 這個仍然 也是 也是 唱歌的時候 最首本的動作是什麼 最首本 唱歌 Gogo的那些 Gogo的那些 就是這樣 你現在 隨便一點 我跟著你 你叫我跟著你做 是怎樣的 跳舞好像我不會專長跳 下次他來才算 是的 就是這樣 是的 我記得是這樣的 不知什麼 又爬樹 然後跟著 然後拉過去 然後又這樣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這是殺手 然後是游泳 游泳 好 還要靈一下 好 來 跳舞 慢個專長 出去再教我 教我好嗎 好